天寒地冻 洗个热水早去泡汤是最舒服的事 但是泡汤的时候小心了 一般正常的温泉水的温度呢 40到45度之间 不过宜兰礁溪有这么一个免费泡脚池 它的温度是55度 鸡蛋放下去都会被煮熟 何况你的脚 边泡汤边开心比叶 冷风搜搜 想要暖暖身子 宜兰礁溪汤未攻 眼前的脱胖 民众抢制炮 当然小孩通通都来 却有隐藏危机 现在几度了 55度了 几度啊 50 50了 这个45度了 平常洗澡泡汤大概是40到45度 但是源头这个池子的水温竟然高达55度 只在旁边放了注意高温水深的表示 55了它是烟的 很烫哦 很烫哦 好像三个人 这样有办法泡吗 没办法 太烫了 太烫哦 会受伤 要是一个不小心 很容易就会被烫到 现在过年红白了没有 看看这些民众跨过热水源头去泡脚 底下温泉超级烫 还冒出阵阵白烟 还有小朋友就从旁边经过 根本不知道水温是多少 因为这是公共免费的泡汤池 当然也不会设置为离 要是跌落滚烫的池子里 受伤了该找谁讨工道 追求林医生 张小光 宜兰 蔡文党